哈啰,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是甜甜 今天又到了印鑫师每周三更新的日子啊 这个更新呢,哎呀,我只能说一塌糊涂啊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今天的话,我更新完过后,点一下公告 不管我怎么样死翻,烂翻,随便翻,拼老命翻 就是没终点,出了两个小活动 那两个小活动呢,还贼无聊 再加上他三个星期的更新也是没有任何的终点 我人直接麻了,没东西好玩 就连他最近在开放的六道之门也没有任何更新 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好玩 好来,无聊归无聊哈 但是他那两个小活动呢,还是要说说哈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画面上看到的 这个守护契约这个小狸猫哈 点进去看,他就是一个公益活动哈 所谓的公益活动 至于他会不会真的去做公益呢?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哈 这个看各位自己了哈 首先先介绍一下这个公益活动的第一个重点哈 我们可以点一下他这个小指人 画面上面这个小指人 一点进来就看到 他这里在卖着一个公益礼包 然后这个公益礼包呢,它所包含的东西哈 就是我们玩这个活动所需要的一个券 哈 我们等等会说哈 这个券呢,是玩它活动所需要的一个券哈 这个券不买也无所谓,每天都会恢复一张给你 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公益进度 就是 右上角这边能看到的公益进度 给你,大家都知道 啊,我们所有人总共 为这个公益活动做了多少贡献力 这大概这么的一个意思哈 好了,我们回去 下面呢,就是第一次买的时候哈 他会给你一个小宠物 叫做小熊猫这个东西 还有另外这个呢,啊 呃,无所谓,不看他 然后他的价钱只是一元人民币 这个呢,嗯,我觉得嘛 不管他的公益活动有没有在做 是真还是假还是怎么样 我无事乱想也好 一块钱 买一个小熊猫 啊,我觉得还行 那我直接给了他 我直接买了哈 我有一所以我是直接买了 一块钱买一个宠物回来 放在仓库那边,白美 我就觉得赚的 这个无所谓哈 万一呢 万一他真的是有做公益活动呢 那我这一块钱也是 代表我出了一份力嘛,对不对 这就是他这里 这一个活动里面 我觉得最需要看的一个东西哈 一块钱 换一个小宠物 然后他这个活动哈 应该怎么玩呢 是这样的哈 我们可以点一点奇遇箱看一看 他这里会有 一个空白的拼图 刚开始的话哈 然后我们点上面这边 会看到啊,他会有区域一 区域二 区域三 这三个区域呢 分别对应不同的 啊,获取方法吧 啊,获取方法吧 那这个获取方法呢 我刚才也说了嘛 一,二,三 这一二三是哪儿看呢 我们点一下旁车速递 点了进去过后哈 只要我们有刚才我所说的那个 圈啊,就是这个圈 啊,就是这个圈 我们就可以选区域一 区域二 区域三 看我们想得到哪一个区域的碎片 他的拼图碎片 然后呢,点击发车出发就可以了啊 现在我没有碎片了哈 我没有圈了,我出发不了 但是刚才我出发的呢 已经回来了 他每次出发出去的时候 他会有一小时的时间 回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奖励 就是这种 然后这个是 不懂是干嘛用的 不管,反正他有奖励 然后哈 在我们派车出去的时候 为了要节省时间呢 我们可以点击冲刺 每一辆车 都各自有各自的五次的冲刺 所以不用担心用完 反正只要是你自己出发的车 你自己都可以点五次 让他更节省时间 更快的回来 同时间 你每点冲刺一次 你一定能拿到一个碎片 啊,这是个重点哈 这是个重点 因为哈 我们要拿他其余强的那个碎片呢 我们就只能点冲刺 再去遇到不同的士神 跟他索要碎片 正常情况下 我们只能这样 每发一辆车 拿五个碎片 然后当我们没有卷的时候 还想拿碎片呢 没办法 一,就是用一人民币再去买卷 第二个办法呢 就是直接称好友的车 看有什么好友分享你他的车 你能去点一下冲刺 好友分享的你都只能点一次冲刺 然后拿到他的车 所触发目标的区域相应的碎片 那他今天的第二个小活动呢 我们可以来右手边这里找一找 他有一个红色和绿色的面具的图标 然后点进去 那我们进来了之后呢 我们在画面上面能看到的就只有关卡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七个关卡 一个层就有一个调色 点一下层就我们能看到 他的奖励有SSR碎片 给的是随机的哈 而且只给一张 目前这么看的话 只给一张一个 对,是一个 然后呢 SSR碎片 我们目前可以先不看 因为他怎么样最低要求 都要通关三个战役嘛 那他的战役是每一天开放一个 那我们得等多两天后 就是后天才能开始得到 下面呢其他的奖励 就是需要累积收集颜色 六种啊八种啊十种啊 两种啊四种这种 他的颜色要哪里找呢 就是通过他的战役来得到的哈 然后我们顺便再说一说他的颜色 就是这个条色点一下 这个条色呢 他这里会有写哈 我们所需要的颜色球 就是我们打关卡的话 就只能得到这三种颜色 红色 黄色 和蓝色 然后要完成这一副 他画的颜色 画图吧 还是帮他上燃料也好吧 啊 我们所需要的颜色球呢 就是六个红色 六个黄色 和六个蓝色 当我们满足了他 这一个条件过后哈 我们可以用他的颜色球 多余的颜色球哈 去合成我们所没有的颜色 哪个比如我已经合过了 用蓝色黄色和红色 合成一个黑色这样 那他这里呢 是没有显示你消耗了多少 只会显示你总共得到过了多少 所以呢 啊 这个就我觉得很不友善的一个地方 然后第二个 我也是用蓝色和黄色 合成了一个绿色 所以目前来说 我只合到了两个颜色 其他的呢 我就还得再打了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 怎么得到他这个颜色球哈 好来首先我们直接进去战役1 1 来看看哈 点进去 进来了之后哈 首先我们看一看上面 他会有四个关卡 目前战役1 他有四个关卡哈 然后每个关卡都会有不同的怪的组合 我们可以点一下 左下角这一边 能看到哈 他每个怪的属性都很清楚的 写得出来他的速度啊 我们打PVE 最重要就是看速度嘛 他的速度啊 防御啊 符文和技能这一种 然后各位朋友也可以看到 在画面的下面他会有写着 组队加成这一回事哈 就是两个人组队 我们收到的伤害减少 然后我们有增伤 三个人组队更好的这种意思哈 但是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哈 没必要 这个东西真没必要 一个人能单刷就赶快刷掉了哈 可能是我是孤儿的原因哈 我排了差不多30分钟吧 真找不到人跟我一起玩 关于打这个关卡的阵容呢 各位也不用担心 你们也可以看到 他的数值是很低的 基本上你随便安排一个 平时在用的PVE阵容啊 都能打通关 哈 不管是关卡1 关卡2 关卡3 还是关卡4 最终关卡都好吧哈 现在目前来说 对于我的体验来说哈 真的是随便打 随便打得完 然后呢 如果各位真的是想赶时间哈 今天就想把那个颜色给 染料给刷掉哈 不用紧再点击 一站一一这个界面 然后再回来 你所通关过的关卡4了嘛 然后再去点击组队 跟别的人一起刷 虽然没有任何其他的奖励 但是你可以无限的刷这个关卡4 这个最终关卡嘛 然后可以一直打到他的颜色出来 就可以去合成了 那今天应央师的活动介绍呢 就到这里了哈 是不是很无聊各位 无聊的要是两周啦 两周啦 我求求了网易 搞点新东西给我玩啦 好啦 各位拜拜啦 下次再见啦